为了吸引新朋友可以继续留在教会 海外校园机构特别推出新朋友融入教会事工 还在美国举办了一个研习会 和传道同工弟兄姊妹一起探讨这个课题 这个新人融入教会研习会是我们第一个尝试 就是把这些美国人的训练工具 美国人的资源怎么样处境化地应用到 华人教会的环境当中 这些材料就立刻可以来使用 同时这些材料就是非常的简短 非常的简单 当新朋友一踏入教会 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 崇拜的时候听不明白 什么叫做奉献或者基督教的术语 崇拜之后身边的人不认识你 各自和熟悉的朋友聊天 你想不想再回到这间教会呢 新朋友融入教会事工的负责人 觉得这些细节是新朋友决定下次会不会再来的重要因素 所以鼓励教会要让新朋友有冰至如归的感觉 你说如果我们教会有没有新人融入这个事工 或者这些关怀的事工 其实有的 但我觉得听完这个讲座之后 或者经过这个研习班之后 我觉得最大一样东西 我得到一样东西就是 我觉得我们教会不够系统化 大会认为要新朋友再次来教会 在48小时内展开第一次跟进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透过讯息感谢他来访 顺道告诉他下星期讲到的内容 邀请他再来 事工的负责人同时提到 建议教会定期和信徒分享 新朋友融入教会的重要和必要性 鼓励信徒主动欢迎新朋友 接纳新人是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来的 是一个机制一个文化 不是说只是几个人去做 因为新人来到你一家教会 你每个大型知会是不是真的想 接纳这些人 人家新的朋友一下子就看到的 所以是全教会的事工来的 如果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工来说 可以全教会去发展 我装备每一位大型知会 耶稣要我们致力培育每个人成为跟随基督 按主心意而活 而并非成为单单相信而没有行动的信徒 愿教会不止满足于信主的人数 更去接纳关怀新朋友 让更多人愿意为主投入委身 由香港北角协同中学主办的 第九届周年步道大会 邀请了演艺人马俊伟和彭加利 分享生命见证 在马俊伟六岁时 他的妈妈确诊患上鼻炎癌 二十二年来 进证妈妈身体衰弱 为了赚钱养家 他很早就进入娱乐圈 后来妈妈离他而去 他更因此患上抑郁症 失去安全感 直到二零零八年 信耶稣的马俊伟 开始将自己的忧虑交给上帝 懂得轻松面对逆境 其实每个人都会在他的生命里面 遇到很多困难 常常我们有句话 叫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不要当自己是最惨 也都不是要去比赛哪个惨 但是真的每个人都有他难过 有他相同的时候 有他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每个人都有 我们可以的话就是 第一 勇敢点去面对 第二就是多点关心身边的朋友 我经常都跟我身边很多朋友说 不要管了 哭了 交给他吧 所以如果有问题 想办法解决 解决不了的时候 就解决不了 但是神会带着你走 另一位演艺人彭嘉丽 2004年在街上被攻击头部后抢劫 2007年与未婚夫取消婚约 而今年母亲节的凌晨 致爱的妈妈也离世 即使在重重难关之下会感到痛苦 但彭嘉丽也因此明白到 面对逆境的态度 我想我是属于几负面的人 每一件事发生 我都可能会想一百个可能性 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 只得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交托 神就会帮你 祂会给智慧你去处理 还有会派人在你身边帮你 所以其实信了之后 是很舒服我的心态 因为你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神一定会看着你 在圣经《哥林多后书》讲到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理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昔日 门徒靠着信仰面对逆境 如今不少基督徒也凭着一份信心 分享自己的故事 让更多人知道 上帝可以陪伴我们 面对逆境 在圣城中的圣城耶路撒冷 三大宗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和基督教 都反对同信恋 但近年 在耶路撒冷 每年都会有同信恋游行 而刚刚过去的第十四届游行 更是破纪录 有多达两万五千人参加 除了支持同信恋的人 在游行起点的另一边 还有一群犹太教徒 举起标语说 坚持传统婚姻 保持家庭圣洁 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拥有父母的机会 他们用喊口号或是唱歌 来表达他们的立场 由于2015年 有一位极端犹太人 在游行中刺伤六人 其中一位16岁参加者 更因而死亡 今年游行很明显看到 当地警方有严密的安排 根据以色列旅游局官方网站 所链接到的特拉维夫网站 可以见到内容 十分支持同志运动 在当演出 已经可以看到不少 关于同性恋的资讯 台湾更有书商 为特拉维夫出版 同志旅游导览书 吸引同性恋人士去旅游 对于在以色列 有人如此大力支持同志运动 以色列圣经公会负责人 Victor长老 认为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 如果游行活动发生在其他国家 可以理解为 因为民主社会发展而产生 但耶路撒冷是宗教城市 同性恋游行在这个城市举办 会使三个宗教信仰的人 感到被冒犯 很多宗教信仰的人 和民主的自由和民主的自由 我更認為這是重要的 當中有一些人 有幾乎各種群人 包括邁國磚藝人 你會有些 但是如果你有一或兩人 或多人一種 就立即使出現新聞 所以我們必須要小心 不會想到這是正常的事 Victor長老認為 信徒要忠心持守圣经的教导 不过要拒绝的是圣经中所说 不合上帝心意的行为 而不是人本身 让我们一同为以色列祈祷 愿当地人有机会认识圣经 包括新约和旧约的真理 也愿当地不同立场的人 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 奉主耶稣得圣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